美国大选及11月的议息结果已尘埃落定 联储局再次减息0.25厘 不过市场似乎预期 特朗普上台后所实施的政策 可能会令到美国的通胀重燃 减息步伐可能会重新减慢 所以香港银行未有大幅减低港元定期存款的息率 更有银行逆市提高利率 现在暂时仍是短一点的存期 例如是3个月定期的息口比较吸引 更有银行特别推出一个月的高息优惠 现在立刻跟大家更新一下11月中 各大银行的一些港元定期存款优惠 看之前记住赞好和订阅我们的频道 让我有动力为大家更新更多的市场资讯 现在首先跟大家更新一下四大银行的优惠 汇丰银行的卓越理财专上客户和卓越理财客户 以新资金在网上开纳三个月定期 息口是3.3厘 其他客户享有3.1厘 6个月定存息口最高只有3.1厘 不过汇丰银行推出了外币兑换后的定期优惠 兑换指定货币并且开纳一周 一个月或者三个月的定期存款 可以享有不同的优惠年利率 当然作为卓越专上理财客户的利率会再略高一点 其中以其他货币换回港币之后 开纳一星期的定期最高可以享有9厘 一个月定期也享有4.5厘 但要留意在银行兑换货币 可能会涉及手续费和汇率的差价 不同的外币也会有价格波动 最好就是准备外游兑换货币的时候 利用定期赚取短期的利息再出发 中银香港的私人财富和中银理财客户 在网上以新资金1万元以上开纳三个月和半年定期 息口分别是3厘和2.9厘 其他客户三个月和半年息口只有2.9厘和2.8厘 但中银又特别推出一个月的短息新客优惠 新客户透过手机APP开户 并且以新资金1万元到10万元开纳 年利率达到4.8厘 金额上限是10万元 推广期就去到12月31号 而渣打银行网上新资金优惠之中 三个月和六个月的息率看齊都是3.1厘 而12个月的息率就是2.8厘 起传额全部都是1万元 而渣打专为优先私人财客户而设的 三个月和六个月定期年利率就下调到3.3厘的水平 需要透过分行办理 起传额就是10万元 恒生银行的特选客户优惠回来了 今个月推出3.4厘的年利率 只要做3个月或者4个月的港元定存就可以了 起传额只需要1万元的新资金 但就只是限收到相关宣传的特选客户 并且是需要网上理财开立的 暂时优惠期去到11月底 如果你不是特选客户 三个月和四个月全期的新资金优惠年利率 就是3.3厘 没有分到户口的种类 但就需要网上理财开立 而六个月的定期息后就减到3.1厘了 虽然美国两次已经合共减息0.75厘 12月议息有机会再减 但暂时定期息后逼近4厘的选择仍然有的 大新银行全新VIP客户 以10万元在分行开立三个月定期 年利率加到4厘 设有50万元的本金上限需要是新资金 即是3个月最多可以收息4,875元 而大新VIP户口的门栏是100万元的全面理财总值 门栏也不算太高 至于现有VIP客户 三个月和六个月的定期息后分别是3.7厘和3.3厘 虽然最少20万的新资金在分行开立 华侨银行赶完三个月定存优位最高是4厘 但起存额就需要500万的新资金 适用在云库理财客户和个人客户 如果将起存额降到200万或以上的新资金 息率就是3.88厘 而起存额再低一点20万或以上的新资金 息口就是3.6厘 建行亚洲的全新贵宾理财客户优位 开立门栏是100万至5000万 首10%的新资金特惠年利率再减到5.38厘 而其余90%的新资金利率暂时就做3.7厘 平均而言大约就是3.8厘的年利率 有意开立的观众是需要亲临分行以新资金开立 创兴银行除了三个月有5厘的兑换优位持续之外 大户以新资金300万元 透过分行办理三个月定期可以享有3.9厘的年利率 不论新旧客户 而全新客户三个月的定期优惠也加到3.8厘 起存额是50万元 不过需要在三个指定项目中选两个完成才可以享有3.8厘 包括成功开立创兴网上银行 第二个选择就是成功申请创兴信用卡 第三是成功开立投资账户和完成投资风险评估问卷 而现有资金做三个月定期最高是3.7厘 亦都是属于创兴银行的优惠 只需要50万元就可以起传 但是需要在网上银行开立的 另外工人亚洲在分行以新资金开立也有3.78厘 存款上限就是80万元 总括来说去到11月中的部分优惠仍然是尚算有惊喜 三个月全期都不乏3.5厘到4厘的选择 有兑换外币需求就可以考虑创兴银行和汇丰的兑换外币优惠 而想用现有资金开立也可以考虑创兴银行 门栏不算太高的4厘选择就有大新银行 而大户就可以考虑在华侨和创兴银行开立 不过都要提醒大家 每个定期存款优惠可能都有它特定的要求 记住看清楚条款细质 或者直接向银行问清楚才做决定 资讯栏有持续更新的文字版 按下连结就可以看到更多定期存款优惠的资讯 这条片帮到你的话记住赞好留言和订阅我们 拜拜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